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为人非常聪明 一颗玲珑剔透的心 总能看透周围人的一些小心思 但看破却不愿意说破 是你处事的法则 你很有个性 喜欢自由 是利于打造丰富的精神世界 你偏爱安静 外冷内热 为人友善 朋友虽然不多 但每一个都是真正的朋友 对待工作你很有计划性 且敢于创新 绝不没守成规 因此在工作上经常能有出色的成绩 对待感情呢 你也很有主张 你不喜欢总是和伴侣说些无聊的废话 有思想深度的话题 会更得你的青睐 人群中最独特的那个人 一定是一月出生的你 二月 山茶花 二月出生的你 就如山茶花 单纯可爱 自然而然就散发着无限的魅力 你的颜值很高 却有些腼腆害羞 待人亲切友善 性格温柔体贴 总会让人不由生起骨 保护云 你的感知力很强 能洞察别人的情绪 总是能让人感觉到相处舒服 你很单纯 身上似乎还有一种奉献精神 有时宁愿委屈自己 也要成全他人 在工作中 你很有积极性 踏实又认真 但你更偏爱安稳舒适的日子 对你来说 生活会比工作更重要 如果工作特别忙碌 乃至影响到了你的生活 你会考虑是否该放弃工作 在感情中 你很懂浪漫 经常能给朋友和恋人制造一些小惊喜 对待爱情 你非常执着 乐于奉献所有的爱 只是有时你容易想太多了 给自己造成精神压力 如果要在爱情和面包中去做一个选择 那二月出生的你一定是最快选择爱情的那一个 三月 桃花 三月出生的你和桃花一样 美艳动人 自信大仿 一性圆极强 你的性格活泼开朗 乐观大仿 朋友很多 魅力无限 身边的男人和女人都非常喜欢你 当然 也少不了偷偷嫉妒你的人 你崇尚自由 行动力很强 很哀笑 身上总是洋溢着一股正能量 朝气十足 令人艳险 在工作上 你是个很有野心的人 你很有冲劲 勇于接受挑战 且有很强的决心和毅力 你想完成的目标 再怎么辛苦 也会尽力完成 因此 你的升职速度也会很快 在感情当中呢 你从来不缺朋友和追求者 你的身上似乎有一股磁力 总会吸引一些陌生的异性 没确定对象前 在外人看来 你可能有点花心 然而 一旦你真心爱上一个人 满心满眼就都会是他了 要说谁是聚会中最耀眼的人 那一定是三月出生的你 四月 海棠花 四月出生的你 就像海棠花的别名 结语花 温柔体贴 善解人意 以为人温和 很少发脾气 有什么糟糕的情绪 都会一个人悄悄处理 重新扬起头来的时候 又是那个善解人意的你 格外让人心疼 你很重视亲人和朋友 喜欢安稳的生活环境 不喜变动 你很靠谱 做事认真又踏实 总是能赢得别人的信赖 对待工作 你很努力 会认认真真把所有任务都完成 你不喜欢在工作中投机取巧 搞小心思 也最比喻这样做的人 虽然说你从来都不说 对待感情呢 你比较慢热 要相处很久才会真正交心 然而 一旦你认定某个人 就会死心塌地地对他好 即便他伤害了你 只要不真正摊牌 你还是会选择自我欺骗自己 谁也劝不了你 如果说有一场 谁是最温柔的人的比赛 四月出生的你一定是冠军 五月鸳伟花 五月出生的你如鸳伟花 低调优雅 生命力非常顽强 你很低调 不是因为你自卑怯懦 而是本身性格使然 你不喜欢过分炫耀自己 即便你的能力比大多数人都要强 你举止优雅 谈吐有方 受人尊重 文化修养程度很高 无论在任何场合 遇见任何人 你都能应付自如 是人群中的佼佼者 在工作上 你总是会有突出的成绩 别人处理不了的难题 你总是能轻松地解决 但公司聚会时 你却习惯待在角落 默默地不抢人风头 在感情上 你也比较低调 朋友圈里很少见你修恩爱 但私底下的你 却能让对方清楚地感知到你的爱意 你是个值得让人信任的伴侣 和你在一起 安全感满满 低调这个标签 非五月出生的人莫属了 六月 枝子花 六月出生的你 就像枝子花 深藏一颗童心 质朴脱俗 你很直率 说话不喜欢拐弯抹角 你的情商和智商都不敌 别人的小心机 你总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你不屑与其为伍 但总有人喜欢与你交好 其实很多时候 你更像一个孩子 爱玩爱闹 却只想分寸 你有一颗难得的童心 内心纯粹坦荡 无论时间过了多久 经历了多么糟糕的事 你始终能够保持初心 抵立前行 在工作上 你很有创意 喜欢尝试新思路 新方法 非常适合做创新性的工作 你胆大心细 喜欢挑战 最讨厌 重复单调的工作内容 在感情上呢 你爱憎分明 喜欢就拼命付出爱 不喜欢就冷言冷语 冷心冷行 虽然常有人说 你心狠 但你知道 犹如寡断 才是最伤人的 在你的爱情世界里 要么爱得纯粹 要么分得彻底 这是你不变的原则 最像孩子的那个人 一定是六月出生的你 七月 紫薇花 七月出生的你 就像紫薇花 爱好和平 勇敢 而坚强 你亲和力非常强 和你做朋友的感觉 非常舒适 你爱好和平 不喜冲突 有时 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 也不愿意和人争吵 你很顾家 非常看重亲情 对你来说 家是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你喜欢稳定的工作环境 如果公司离家很近 那就更合你心意了 你对待工作很认真 会勤勤恳恳地完成 自己应做的任务 遇到困难 你更喜欢一个人解决 不给人添麻烦 是你的善良 在感情的世界里 你喜欢 溪水长流般的爱情 你不会轻易接受一个人 但一旦感情确立 就会全心全意地 为家庭和伴侣付出 最顾家的人 就是七月出生的你 八月桂花 八月出生的你 如桂花 清心宜人 淡定从容 相对于同龄人 你的心智会更成熟些 你似乎能看透人生 在周围人争名逐利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 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你很独特 尤其是你的气质 总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你不喜跟风 对生活 对时尚 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在工作中 你是个工作狂 如果没有爱情 你会把99%的精力 都投放在工作中 你的能力手腕都很出众 遇到及时难事 不慌不忙 总是能淡定地处理好 你很重情 在情感中 情伤再高的你 也像个小傻子一样 你喜欢简单纯粹的爱 喜欢被温暖地照顾 但是你最厌恶背叛 如果他负了你 这一生 你都不会原谅他 要是有一个心智成熟度比拼 那八月出生的你 分数一定是最高的 九月菊花 九月出生的你像菊花 品性高洁 知性伟重 你是个追求完美的人 无论是对自己 还是对他人 要求都非常高 你的自律性极强 能把生活和工作 都打理得有条不紊 你有一颗 助人为乐的热心肠 对待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总是不吝啬 伸出援助之手 对你来说 如果自己的行为有污点 就算别人不知道 你也会一个人羞愧很久 在工作中 你是个非常稳重靠谱的人 你的责任心很强 交给你的工作任务 总是能有效完成 你的观察力很敏锐 智商很高 喜欢读书 这些都对你的工作 有极大益处 在感情里呢 你也是一个理智冷静的人 你不会贪图 甜言蜜语 对你来说 能够一起成长的伴侣 才是好的伴侣 你对感情非常忠贞 绝对不会烂情背叛 因为一旦做了什么肮脏的事情 第一关就过不了自己的内心 最追求完美的人 非九月出生的你莫属了 十月 芙蓉华 十月出生的你 就如芙蓉华 早熟多会 人见人爱 你有很强的审美观 同时你也很注重 自己对外的表现 每次露面都要精心准备很久 你为人乐观大方 喜爱结交各行各业的朋友 你比较早熟 情商很高 智商也不差 厨师八面玲珑 能和不同的人相处舒服 你更偏爱与人打交道的工作 你很注重细节 能够体察到别人注意不到的点 也因此常能打动难缠的客户 在感情里呢 你很懂得体贴伴侣 你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比较高 如果伴侣能和你一起享受生活中的快乐 融入你的朋友圈 也会非常开心 内心里 你希望找到一个比你成熟 能引领你 帮容你的人 社交达人这个称号 十月出生的你最适合了 十一月三角眉 十一月出生的你 像三角眉 热情顽强 坚韧执着 你外表冷酷 内心却热情又真诚 为人处事恩怨分明 对待帮过自己的人 你很讲义气 总会竭尽全力报答 对待伤害过自己的人 你也会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你有很强的意志力 哪怕遭遇苦难 你也绝不退缩 一旦有了明确的目标 也会坚持完成 不轻眼放弃 也不找任何理由推脱 在工作上 你很好强 试图做出一番成绩来 遇到困难 你从来不会打退堂鼓 总是坚持到最后 你的毅力 有时会让同事们 惊讶和佩服 而在感情的世界里 你是一个极为专情的人 你的直觉很敏锐 也非常注意爱情里的细节 经常能够被伴侣的细节打动 你有感情洁癖 无法忍受同事爱上两个人 被你爱上的人 会安全感满满 人海茫茫里 最专情的那个人 一定是十一月出生的你 十二月份水鲜花 十二月出生的你 就如水鲜花 温柔多情 内心纯净明亮 你天性乐观 开朗大方 有你在的场合 从来不会冷场 你有一颗柔软的心 对待有求于你的人 总是不忍心拒绝 你总是给大家来制造欢乐 但有时 你也会感觉到孤单 你很自信 对人生充满了希望 你也很有主见 对待人事物 总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你喜欢追求 自己内心的精神世界 遇到未知的领域 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很高 在工作中 你总是一副 精力充沛的样子 身上似乎有着 使不完的劲 与同事合作 你总是 最尊重他人意见的那一个 你乐于分享 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也愿意提携 新来的同事 在公司里 你的人员非常不错 在感情中 你不喜欢 每天腻在一起的伴侣 你希望 无论再怎么相爱 两个人都要有 彼此的私人空间 你的爱足够纯粹与真实 被你爱上的人 是幸运的 因为他总能收获到 单纯的快乐与幸福 典型的乐观牌 就是 十二月出生的你 你是什么花呢 你不喜欢 感谢观看